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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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腎臟之外,另外還捐出了什麼? 還有兩個眼睛我捐給兩個人,一出院了,還有那個骨骼 捐贈骨骼的話,受惠的人可以達到十幾個 我非常謝謝李宗盛,捐贈我這個腎臟,讓我可以重生 捐出自己兒子的器官的這件事情,不曉得有沒有感覺到一點的後悔? 不會 一點都不 不會 我等會我的決定很正確 各位觀眾朋友您好,歡迎再次的收看點燈節目 自上個月連續三週播出的花蓮特集之後 從這個星期開始,點燈節目又將把視野帶到高雄和嘉義 為您報導,發生在台灣南部的感人故事 在大時代裡,有太多太多的小人物,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在平凡中,演出一出出,有些有類的不平凡故事 今晚我們要為您介紹一位堅毅,卻又非常開明的老兵 雖然他曾經走過了苦難離亂的年代,但到了晚年卻還必須要面臨骨肉離散的悲劇 不過是什麼樣的情懷讓他將人性的可貴和溫暖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境界呢? 請收看今晚我們特別為您企劃的《不悔的抉擇》李玉清先生的故事 今年六十八歲的李玉清先生,民國三十八年隨著軍隊來臺 本分苦幹的他,在退役之後轉到台塘公司服務 再次退休之後,仍然擔任大廈管理員的工作至今 李玉清曾經結過婚,因故與妻離異,但育有一子一女 由他獨立撫養 李先生的獨子李治安在去年十一月十一號 搭乘機車前往台南上班途中發生車禍,當場昏迷 經過搶救後,仍然在十一月十八號被一事宣判撈死 晚年喪死的李先生並沒有被悲痛擊倒 為了將愛子有用的器官一礙在人間 李先生不僅簽下器官捐贈的同意書 還將遺體捐給醫學研究單位做解剖研究之用 李玉清先生說,為愛子所做的這個抉擇,他無怨無悔 各位觀眾,為您介紹今晚的特別來賓李玉清先生 李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地感謝您今天是專程從高雄趕到台北來的 哪裡哪裡 同時我們也感覺到非常地遺憾 您的公子李治安先生在十一月十一號發生了車禍去世了 我僅代表我們製作單位對於您的公子的故去表示哀悼之意 同時我們也請您能夠節哀 謝謝 首先可不可以請您來談一談 在十一月十一號當天 治安的車禍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那一天是正好他到上班的地方去 他的工作是那個水泥綁埔車 他在工地那一天正好是講技術的他的工作 下來以後呢就帶了一個朋友出來 由於那個車子是從巷子裡出來 這個在突然發展這個狀況之下 他沒辦法應付 當時他沒有戴那個安全帽 當時就撞到 撞到以後 據說啊 當時心臟也停止 呼吸也停止 看樣子活下去的機會是不大了 我就打定主意 要把這個器官捐贈給這個社會上有用的人 從那個時候我就打聽啊 看有沒有這個接頭的人啊 那個主治大夫他講我跟您聯絡一下 捐贈器官那邊 他這個有個協會嘛 所以在您表達了 對 要把這個孩子的器官捐贈出來之後 他們已經知道了 對 長根醫院被告知的這件事情 已經知道了 他們也就來和您聯絡 當時負責的是社會服務課的蘇培仁課長 對不對 對 我們先歡迎社會服務課的蘇培仁課長出來 加入我們之後 我們再詳細的來談 讓我們先來歡迎蘇課長 蘇課長您好 蘇課長非常的歡迎您 也謝謝您啊 特別從高雄長根醫院 趕來台北參加我們的節目 是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您啊 就是當初長根醫院 接到了李先生的這個案子之後啊 您是怎麼樣開始和李玉清先生 來做一個溝通和他聯絡的呢 那天是11月13號 那我們接到邱外科的電話 那邱外科的主事醫師告訴我說 根據他臨床上的一個判斷 這個年輕人車禍 腦部受傷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家屬初步呢都覺得 願意捐贈器官 那時候我就跟姊姊說明說 看起來治安很年輕 那應該生命力會很強 而且看起來很壯 所以雖然我們的醫師 我們現在醫師判定覺得 臨床上覺得他可能機會不大 可是只要還有那麼一點點機會 我們總是要給他 那是不是我們先把治安 接到長根醫院 我們盡量救救看 真的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來考慮到器官捐贈的事情 所以姊姊那時候也同意 也打電話給爸爸 爸爸在電話中也同意 我們就轉了 我也知道就是說 孩子被轉送到了高雄長根醫院之後 到被醫生判定的腦死這之間 我相信同時醫師也做了很多 因為他也有挽救治安生命的動作 是 只是好像都失敗了 那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被判定腦死呢 剛開始到的那一兩天 當我們試著把呼吸器摘下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事實上 治安他還有一點點的自主性的呼吸 那這個就牽涉到醫療上有所謂的腦死判定 這樣的一個標準 如果有自主性呼吸的話 事實上是 醫生是不能去做腦死判定的 所以在13號接過來 13號14號那兩天 事實上主治醫師他們都還覺得 現在講到腦死判定還太早 因為他年紀很輕 所以生命力是很旺盛的 是 所以我們還是把他 想辦法要把他挽救 那一直到了第四天 我的印象是差不多到第四天 他自主性的呼吸也沒了 那醫師才聯絡 腦死判定小組的醫師來做腦死判定 不過依照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總認為說死也要留個全屍 所以我不曉得李先生 您為什麼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很仁慈 很開明的心境 願意把自己兒子的器官捐贈出來呢 我一向發覺到 我們中國人的這個觀念比較保守 所以要打開這個風氣很不容易 既然是我們留下一個全屍把這個器官還去燒掉 對我們社會有什麼幫助 如果把他的器官捐贈給有用的人 那麼使他們能夠得到重生的機會 另外呢讓我的兒子可以不時 對於他延長他的社會命 多麼有意義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這樣做 也是我很大的一個決心 那要說白犯人送害犯人 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 在無可奈何之下 我們做這個決定 認為很有意義 所以我做這個決定 不過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國內在於判定腦死 和器官移植上面有很多的限制 是不是可以就這一方面的問題 也請蘇科長為我們分析 器官移植為什麼要定法律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在於腦死判定 因為傳統我們在認定一個人的死亡 是他的心跳、血壓、呼吸都沒有了 才叫做死亡 可是如果等到一個人的心跳、血壓、呼吸都沒有了 事實上他所有的器官也都不能用來捐贈 可是在醫學上如果要能夠做到移植的話 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點 這個點我們叫做腦死 那腦死的時候呢 事實上這個人已經救不回來 可是他的心跳、呼吸 可能可以用藥物、儀器來維持他 那這個點的掌握就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你掌握得太鬆的話 很可能會讓一些本來可以有希望救回來的人 然後被摘取器官等於是醫生在做謀殺 所以怎麼樣把這個關把得很好 所以我們國內在定這個器官移植條例的時候 在腦死判定的規定上非常非常的嚴謹 就我們所知道呢 在全世界的移植國家裡面 國內的這一套腦死判定標準算是最嚴格的 所以我們 事實上我們在從事這種工作 我們也會比較放心 就是說今天我們不至於像治安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們不至於說因為推動器官移植 而去害死了一條本來有救的生命 不過不管這個法律規章和這個現實的情況有多大的落差 有怎麼樣都不一樣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有這個悲天悯人的心情 才是真正能夠發揮生命意義的重要的關鍵了 我們也請觀眾朋友先稍微休息一會兒 在廣告後 我們還有更讓您感動的內容這樣呈現給您 也請您不要錯過了 真的 甚麼是 regardez 各位觀眾 今晚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将爱子的器官捐赠给宿美平生的病患的李玉清先生的故事 李先生 虽然您的儿子治安他走了 可是我相信一想到自己孩子的生命仍然在这个世间延续着 您是不是会感觉到很温暖 很值得 我有这个感觉 因为孩子虽然是他没有他自己本身的生命 他的器官一直给需要的人 那么重生了他的生命 这等于以爱给人间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很希望这个节目给看到的人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启发的观念 既然是不幸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我们把这个有用的器官 能够爱给需要的这个社会上的人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苏科长 不过我们一般人在老年上子 尤其是独子的时候 我想都是悲痛异常 在我们采访李先生的过程 我倒发觉李先生他非常的冷静 也说平静 我不知道您可不可以也谈一谈 在整个器官捐赠的过程中 您所看到的李先生 他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是 我一直觉得 我接触过很多的捐赠者的家属 那他们都很悲伤 那情绪的表达也非常的哭啊 很清楚 可是李先生给我的感觉 我一直觉得他很坚毅 很勇敢 很坚毅 本来我以为只是因为 李先生是一个退伍军人 可能因为他过去的军女的生涯 训练他比较果敢坚毅 可是事实上 当我跟他深入的接触详谈之后 我觉得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子 不只是因为他过去的生活困顿 然后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他变得很坚强 不只是这样 而是事实上他对生死的事情 他看得很清楚 对于生死之间 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自己也能够很了然 很坦然地去面对 生死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在社会服务课的这个立场 您赞不赞成 就是受赠者和这个捐赠者的家属 他们彼此见面呢 一般来讲我们不主动安排 但是我们会去评估 他的儿子肾脏移植的两位病友 他们彼此的见面呢 我们会担心捐赠者这一部分是 有些捐赠者 他的捐赠动机会比较奇怪 我们不会言说 有些人他捐赠是为了钱 如果他的捐赠动机是为了钱的话 我们安排让他跟受赠者碰面的话 可能对受赠者将来 会是有很大的困扰跟伤害 可是李先生他 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跟他深谈过 觉得他捐赠动机非常的纯正 所以我们很放心 那受赠者那一边 我们事先也征求他们的同意 那他们也觉得OK 没有问题 是 那他们也有感恩的心 所以我觉得这样促成 他们碰面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并不赞成 所有的人都让他们碰面 因为有部分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我也非常地感谢您这一次 热心地安排促成了这一桩美式 各位观众 我们点灯的制作单位 在日前也特别南下高雄厂根医院 拍摄到了李玉琴先生 和接受了他的儿子肾脏移植的两位 并有他们相见的场面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影片 各位观众 我现在是在高雄厂根医院的社会服务课 坐在我身边的是李玉琴先生 正在等待跟接受了他的儿子 治安肾脏移植的林立宏先生 做第一次的会面 李先生 您现在已经知道了 是谁接受了您的儿子肾脏移植吗 我不知道 还是不了解 不了解 因为我们器官建设给人家 是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 他愿意好我见面 我不反对 但是我不主动要求 这样子的话 增加人家的心理负担 您啊 医生说您现在的检查结果都很好 对 情况很好 那你自己感觉呢 我自己感觉是很好 太好了 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很紧张 很紧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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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这位就是李先生 是 他是接受您儿子的器官圈赠者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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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林先生进来的时候说 他有点紧张啊 不知道该怎么来给您表达谢意 不需要客气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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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运气 没有没有 你太宽了 没有你的真正的话 我是没有这个任何 这是我个人的消化 也 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风气啊 如果能够看个人 社会的人更多 是这样 恭喜你 恭喜你 我非常谢谢李伯伯 真正我这个胜账 能够得以重生啊 如果和亲生 在生活不一样 我再次非常地谢谢她啊 在社会上啊 有不少的机构 有在提倡说器官捐赠 可是大家总认为说 事不关己 所以比较冷漠 而今天您自己也是这个 器官捐赠的受贿者啊 所以您对于 在宣导这样的一个做法上面 是不是有新的认识呢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我愿意把我的器官捐赠出去啊 有用的器官呢 带动社会的风气啊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和李玉清先生 来到了长庚医院的酒楼 康淑琴小姐的病房之前 康小姐她在接受了 肾脏移植手术之后 因为感冒受到了感染 又再度地回到了医院 住进了隔离病房 本来康小姐和我们表示 她非常地希望 能够和捐赠者的父亲李玉清先生 能够会面表达 她心中那份感恩的心情 不过因为康小姐今天的情况 并不适合我们的采访 我们也考虑到了她的安全 也因此决定要终止这次的采访 虽然我们也特别来到了现场 不过因为李先生 也和我们来到了现场 所以李先生您是不是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说几句话 能够祝福康小姐她早日康复 我们待会也可以请护理长 来为我们转达 好 护理长 这个给我们转达一下 希望她早日康复 回家去过她们幸福的生活 好的 我会将你的祝福 缘分不断地献赞给她 谢谢你 护理长我们点灯的节目 也要祝福康小姐 能够早日的康复 所以也请您为我们转达 我们的关怀之意 好的 谢谢 李先生 刚才的影片 是我们访问的两位 接受治安的肾脏移植的病友 那么治安的器官 除了肾脏之外 另外还捐出了什么 还有两个眼睛 我捐给两个人去出院了 分别捐给了两个人 又重建光明了 对 他们眼睛的移植手术也很顺利 都很顺利 恢复光明 真是太好了 那么除了眼角膜之外呢 还有那个骨骼 骨骼我们放在骨骼银行里面 那因为那个保存时效 可以保存比较久 而且需要的人随时可以用 所以捐赠骨骼的话 可以受贿的人 可以达到十几个 那是慢慢的 有人需要再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那真是太好了 就是身体上 几乎每一部分都充分的 是 是 是 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是 李先生我还是很忍不住 或许我这么问是有点多余 您的儿子过去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于捐出自己儿子的器官 的这件事情 不晓得 有没有感觉到一点的后悔 不会 一点都不 不会 我等于我的决定很正确 从我的朋友 同事之间 没有一个反对 这就表示了正确 是 我都没有想到的 我都没有想到的 您在推动器官捐赠的工作上 您觉得最困难的瓶颈是什么 大概我参与这个工作大概十几年前 那在更早的时候 事实上国内最主要是医疗技术 还有抗排斥的问题要解决 那大概是在民国七十年左右 那到民国七十六年的时候 我们的法令才通过 所以法令的问题解决之后 再来就是器官来源缺乏的问题就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应该要做一个观念上的移植 不只是手术上的移植 观念上也要有一个移植 就是让我们社会大多数的人 不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 而且能够参与能够响应 我就像你所说的 目前我们整个社会风气 还没有这么成熟的情况之下 您在推动器官捐赠的工作上 一定也遭遇到很多的阻力吧 有时候和病患的家属去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我们常常被拒绝 那我常常会告诉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者说 事实上你今天你愿意去尝试 你愿意开口跟他们讲说 有器官捐赠这么一回事就算成功 也许你被拒绝了五十次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是因为你的提醒 然后而捐出来 那你就算做了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伟大的事情 就像李先生这种小人物 我们这些小人物在做的 才是伟大的事情 不见得要那些很出名的人来做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李先生这样的一个例子 让我们觉得 他们才是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有意义的 是 今天非常的谢谢李玉清先生 也谢谢苏培仁客帐 我们也衷心的祝福李先生 您能够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要好好地保证自己的身体 谢谢 谢谢两位 在看过了今天李玉清先生的故事之后 不知道您对于器官捐赠的观念 是不是也有了改变呢 在下个礼拜的节目里 我们还要继续地为您报导 不悔地抉择 另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 也请您千万不能够错过 非常感激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祝您晚安 下周同一个时间点灯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